大家好,我是Stan 2008年犯下禽獸不如的罪行后 被判12年有期徒刑 2022年12月刑满出狱 让全韩国也让华语全观众们都愤怒的他 邱都孙 最近违反夜间外出限制令 投出了他的住处40多分钟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根据报道 邱都孙的住处外部 有警察和市政府派出的监视人员 以及34台的监控 进行着全天候监视 但是他在9点左右 违反了夜间外出限制令 擅自离家外出 然后在40多分钟后 警方才发现了在家附近徘徊的他 一开始警方劝他回家 但他还拒绝了一段时间 并且对警方解释说是因为 在无法外出的情况下 与妻子因为自己在监狱过得很辛苦 家庭不喝等事情争吵后 才会擅自外出的 最后警方安全地将处都孙送回家了 目前检方收集了保护观察所 面谈记录等量刑资料 进行审查并考虑到防止再犯的必要性 将阻毒损送上法庭 而在这里让网友们更加愤怒的是 政府为了监视和管理他 所需的预算超过了10亿韩元 这包括专门监视人员的人工费 和设施及物品费用 结果还让他这样擅自跑出去 40分钟后才发现 除此之外 他还被指定为基本生活保障收益者 每个月能领取包括30万韩元 基本养老金在内的共120万韩元的养老金 一个摧毁了他人人生的畜生 不愁吃不愁穿 警察还像保镖一样的保护他 40分钟足够能做任何事情 再怎么觉得是很短的时间 也足够是能犯下罪行的时间 这是需要劝他回去的情况吗 应该要强制带走或者是直接关起来吧 明明不该释放的 结果释放后就发生这种情况 叫化说服 为什么要尝试说服和叫化一个不听话的人 而且所谓的监视 这不就是纯粹的保护犯罪者吗 他是在试水温吧 即使如此 我们的法律会研究 如何优先考虑犯罪者的人权 那种人无视法律 我们也无能为力 这就是现实吧 人权是给人用的 其实我还需要什么人权 请一定要严厉处罚 如果处罚过境 他就会认为 擅自外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下次可能会外出更久 而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警方可能是想要 在这40分钟内观察他 会不会尝试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然后立刻抓住他 再次投入监狱的 虽然结果令人遗憾 当我对试图节省税金的警方 表示赞赏和鼓掌 对于强力犯罪者 判决较轻的刑罚 这原因是 这些强力犯罪者 都会花钱 委托大型律师事务所 而这些律师事务所 则是法官退休后的工作去处 对于他的擅自外出 韩国警方40分钟后才发现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行吗 4个月 10万日 1个月